永远记得,所有最贵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所有很便宜的东西都会让你付出高昂的代价 朱总,不好意思,我迟到了,对不起 小明,什么事情? 为什么最近看你都好像很累的样子? 唉,不要讲了 我最近家里很多灯号、水管全部坏掉了 不止这样,这个时候我的车又有问题 然后,我一下子变水电工,一下子变修车工 唉,其实这些东西坏掉,找专人来做就好了 你干嘛这样累呢? 唉,叫人家来修的话,我觉得不值得 我自己下手去做,虽然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可是可以节省几百块你知道吗? 小明啊,你这样做,你觉得你省了很多钱对吗? 你这样做,你觉得值得吗? 其实等下我给你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哦 就会改变你对金钱和时间的看法 听了过后,你就会了解,其实你真正没有在节省金钱 你其实在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啊?我还付出什么高昂的代价都省钱了? 如果你等下无法了解我等下要分享的内容 你还会继续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无法成为富人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啦 你有听过任何一个富人是通过省钱来成为富人的吗? 没有听过咧? 是啊,因为富人都是花钱去买时间 而穷人都是用时间去换金钱 无论你怎么换,你无法成为富人 为什么呢?因为时间远远比金钱更加的珍贵 有一句话叫做花得越多,赚得越多 因为富人的思维啊,永远都在思考如何获取更多的时间 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情 没有时间,他就会花钱去节省时间 我以前要打一个官司啊 但唯一的要省钱啊,我请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律师 他帮我跑上跑下,从KL去Joho,从Joho回KL 出了三次的法庭,但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反而好像个黑洞那样,无止境的一直要花钱 因为事情啊,一直没有解决 上庭费啊,手续费啊,一直给,一直给的不停 搞到最后啊,都已经很不便宜了 后来啊,我很下心啊,请了一个很贵的律师 结果呢,他一次就把我这个看起来要打到没完没了的官司解决了 这样看来啊,我花钱请他啊,其实比之前所谓比较便宜的律师啊 还要便宜跟省时间 永远记得,所有最贵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 所有很便宜的东西都会让你付出高昂的代价 再跟你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啊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家里啊,要做一个大装修啊 需要请人来帮他看工,帮他安排装修的事项 让整个装修啊,可以顺利的进行 他的目标啊,是在半年以内完工 但是他原本要请的专业的看工呢 一个月啊,要收费4000多块 于是我这个朋友为了省钱,他就决定自己下去看工 他觉得这样一来啊,就可以节省掉两三万的马币 结果呢,他这个外行人啊,搞到整个装修进行了两年还没完成 而且过程中一直做错东西 明明装好了这边呢,又因为顺息不对 又要拆掉重装 一直拆了又装,装了又拆 他算了一下,那些他原本以为省掉的钱啊 都在这些失败的过程当中啊,浪费了很多的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在装修的过程中还想省钱 他找的每一组来参与装修的人啊,都是最便宜的 其中一组是油气的那个部分 他自己去上网找一些业余的油气功能 他们的贡献都很便宜 但是油气啊,他们没有包在里面了 需要我这个朋友呢,去五金店自己去买油气 如果油气买错了颜色啊,他还需要自己负责 最后你知道结果,他换了三组人啊,才把油气的事情解决 因为前面两组啊,他找便宜的 业余的油气功 连公司都没有开的那一种 这些人啊,不止油气的设备不够,手工也不好 还搞到他家里乱七八糟 游天花板的时候啊,弄张地板 游墙壁的时候啊,弄张门窗 最后我这个朋友找了一家专业的油气公司 这家公司啊,连油气所有东西都包在内 他们借手的时候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们的价钱虽然是比业余的还贵了一些 但是,他们专业,手工又好 所以更加节省时间,更加减少错误 这样不是更值得吗? 我这个朋友啊,他这两年来啊 一直需要用到他工作赚钱的时间 去解决那些他不熟悉的事情 生活搞砸的,工作也搞砸的 却只是为了省纳两三万块马币 你试想想啊,如果他用这两年去看工装修的这个时间 去好好赚钱,要多赚二三十万马币啊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何必因小而适大呢? 哇老耶,你这个朋友真的是很看不开咯 不过这个故事好像很熟咧 好像哪里听过这样哦 你这个朋友到底是谁啊? 对啦,你发现啦,我要讲的人就是你啦 小明,每天就是省钱,还以为自己赚了很多 结果亏得最多的那个人就是你咯 哇老耶,我就奇怪这个故事这么这样熟悉的咧 所以朱总,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就是这个啦 唉,你讲得对咯 我这几天因为修这些东西啊 搞到我腰痠背痛啊 整个人都不健康了咯 还影响到我的事业咧 真的是因小失大咯 其实啊,你想要年轻大成功啊 想要一年赚别人十年 想要两年赚别人二十年 要做到这一点,你就要懂得如何用钱去买时间 然后用省下的时间呢 再去赚更多的金钱 你听懂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来Cheers一杯好不好? 你真的满足于你现在的圈子 还是要加入全世界最顶级的圈子呢? 你单打独斗这么多年 是否渴望贵人拉你一把,从此改变人生呢? 你是否曾经也想要年轻大成功 但是努力多年却无法达到你人生想要的结果呢? 想要改变这一切,就点击以下链接 我在WCI等你哦 哇小明,你的手怎么回事啊? 干嘛抖到这样? 够力咯,我修东西修到手受伤了咯 小明啊,我帮你算了一下 你这几天修东西省的钱 应该要拿来修你的手了 所以看你下一次,还敢这样省钱吗? 哎,心累咯